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我是如何用这一年的编程所学来对家里的小朋友进行编程引导和启蒙的 我之前就出过一些视频,在那期视频中我就提到过要叫小孩子学编程 为什么要叫小孩子学编程呢?当时我只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说的 就是说我这边如果叫小孩子学编程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晒200块钱 是这样讲的,那现在寒假已经开始了 那我也正在将那期视频中的想法辅助行动 今天主要就是想来讲一讲我都做了哪些的前期准备,还有我是现在是怎么做的 那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对你有帮助,感谢您点赞,放一下 那先讲一讲我的前期准备啊,早在去年9月份呢,我就在想如何叫小孩子学编程 那那个时候呢,我就买过一套教具,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这边啊,这里啊,对了 那我之前接触过Scratch的图形化编程嘛,那这类教学呢,大多都在教小孩子怎么做游戏啊 那我很注重学习,能否有乐趣,还有就是学的东西呢,能不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去 那也知道大家,大家都知道啊,家长不喜欢孩子们成立于游戏啊 于是我也别放弃了,使用这个Scratch来叫我编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cratch 那就是这个Scratch,那这个他教孩子玩游戏比较多啊,就是大多是编一些游戏类的项目 也有用这个来做这个,用跟Adullo啊或者是树莓派来叫编程的,但是呢,我就没有这个 这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那我们当前的这个教育体系中呢,那有一个强击计划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强击计划,知乎会这样说的啊,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下 主要是讲这个大学可以自主招生啊,那你小孩子通过这个强击计划可以 可以就是说提前被这些学校录取,然后呢,本身你学习这些东西对小孩子的能力也是一个提升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信息医学二赛,这个就是面向中小学生啊,在每一个这个竞赛 它指定的这个编程语言就是C++,这也是我更倾向于选择C++来教小朋友学习编程知识的一个原因啊,那就是综合起来 一个是强击计划,还有一个是信息学竞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Scrutch,它叫的这些编程项目都是一些游戏比较多啊,游戏比较多啊,所以我没有,没有用这个Scrutch 用这个C,选择C++,那叫小朋友学习编程,就是为了能够健康学习的乐趣,还有能够将所学,融入,融入 生活,顺带学点信息方面的知识,那就是综合这方面的考虑吧,我选择了这个Ardullo,Ardullo就是你视频中看到的这个,这个,一闪一闪,这个是一个,二进制数数的这么一个程序,那原码就是你这边您看到的这个,那Ardullo是一个 这个源自于意大利的,开源,嵌入式硬件平台,用来供用户制作交互式的嵌入式项目,那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可供我使用,那我先后买了六块Ardullo主板,那有一块是创客版,那现在与意大利原装主板呢,功能上并没有什么差异,但是却便宜很多, 为了出于对原创者的支持,那我还是尽可能的去买,对了原装主板,同时我也跟我的小朋友讲,为什么我要花更多的钱去买差不多的东西,甚至是一样的东西呢,我说我们应该为好的东西去付费, 这看似是一个愿大头的行为,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担当,做人应该要有饭,这无关于面子, 当然了,朋友们还是没必要去买那么多块主板,那根据我的,根据我摸索的经验,我感觉就是你买两块主板就够了,一个是Ardullo ULU R3,这款主板,然后配合一个Ardullo ULU R4 Wi-Fi,或者Ardullo ULU R4 Minima,这两个主板任选一块就可以了, 买两块主板,然后再配合一个9合1的扩展板,在淘宝上搜索9合1扩展板,Ardullo,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板子,然后你用这个主板加扩展板,你就可以做很多有趣的项目了,那再配几块面包板,大的一两块,小的可以多买几块,然后买几个扩展板, 就能够有很大的自由度了,就可以做很多项目,就足够我们使用了,没必要像我买那么多主板,那在小朋友放寒假之前呢,我就开始熟悉Ardullo的开发板,完成了十多个项目的摸索, 这个项目文件都在这里,这里都是我自己摸索的项目,就是感觉哪些可以拿来用的话,我就把它研究研究一下,然后拿来用, 那这些项目呢,除了能够实现一些功能的设想外,那也包括了大部分学习编程语言所要掌握的知识,像这个, Variable,Data Type,If-Else,For-Loop,Wire-Loop,Switch-Case,还有Function,这些都包括了,就是这刚才看到的这些项目里面都包括了,我刚才讲的那些知识点, 寒假一开始呢,第一天,我是帮小飞们认识最简单的CTR程序,教他们如何在屏幕上运出Hello World,以及换行, 那第二天呢,我叫他们定义了一个整形变量,通过C-In来更新变量的复制,再用C-Out输出变量复制, 展开变化的发生,那前两天我就叫这么多,也不多教,那第三天呢, 我就叫他们定义了一个方向,通过这个方向,实现把两个数相加,每次运行这个程序呢,需要在屏幕上能够看到提示,要求我们输入两个数, 然后打印出计算式和结果,那接下来这几天里呢,我允许他们才按照之前的程序,再写三个方向,分别是将两个数相减,相乘和相除, 然后分别调用他们,打印,同样也是打印计算式和结果,那他们都做到了,中间我只帮他们调了一下格式, 各别情况下,把他们补上了确实的封号,那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啊,我们就开始使用这个Ideo的开发板了, 我先是在一个上午,讲了一个LED发光电路和欧姆定律,因为欧姆定律就是成法,成法或者出法, 他们小的已经四年级了,他完全可以接受这样的知识,那下午呢,我便让小朋友们在一个大块的面包板上,自己打建电路啊, 小朋友在知道LED的这个急性和如何叫这个电阻的引脚,走完之后呢,他们合意就打出了一个8bit的这个LED电路啊,就是你视频中看到这个, 一直在闪一闪的啊,然后呢,并完成了这个面包板到Ideo主板之间的连线啊,就是这个连线,就是这个连线, 就是这个连线,然后这个是8bit的这个LED,这边是电阻,然后这是连线,这是扩展板,这是扩展板,那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个0到25进行二进制编码,那就是这边看到的这些啊,0到25二进制编码, 在这个编码的过程中呢,那大朋友就,大一点的小朋友啊,他就精彩啊,变成原来是这么无聊啊,不过他还是完成了所有的编码工作, 从0到128,另外有个小朋友呢,他编了大概有十来个吧,十来个,大概这么多,十来个,他就编不下去了, 那最后他受不了了,然后呢我就接受了剩下的工作,然后呢,我们是在两台电脑上进行编码, 然后再合在一起,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是这样子,任务是这么分的嘛,我一个人是从0到127啊, 我是从128开始,然后往后编,那小朋友大概编了这么多,编不下去了, 然后我接受把剩下的工作完成了,最后再合在一起,就是在这边,合在一起,最后把我合在一起, 那这个程序呢,是这样子的,这个程序呢,我先是在这边,一开始在这边, 我是用了这个一个阵列,把我们要的这个引脚啊,把他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这是编码,也是这是定义的一些变量,是我们这个程序中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了测试波形,测试,让他们看一些波形,然后我这边定义的一些变量, 那到这里啊,我们用一个波形环,我们用一个波形环,来完成这个引脚的配置工作, 因为这个p mode,它是输出还是输入,去配置的,配置了一下,然后呢,我跟他讲, 这是一个二层的这个波形环啊,二层的波形环,然后呢,就是把我们这边码的那些数据给它管理起来, 也没跟着它讲太多的内容,然后呢,跟他讲这八颗LED, 这八颗LED在信息系统上就叫一byte,那一颗LED就是就叫一个bit, 我们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这样一个一个bit存在这个内存中和硬盘中的,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教具啊,那我后面再跟他讲,整形概念啊, 浮点处概念啊,还有占有这个空间啊,一个interger, 对吧,有byte,它也就好理解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好,在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好,谢谢啊! 表面 拍摄也